很多朋友問我,如果我再遇到這兩個女士 他們向我繼續咆哮,我會不會有更好的處理方法呢 其實我覺得,我昨天的處理方法已經是最好的了 你知道,好老怕爛老,就爛老怕潑虎 哦,唯恐天下不願,你叫賤人,賤人 雖然有些朋友說,如果我在場,我真的一巴掌打到眼珠都飛出來 這個太暴力了 我覺得用手機拍他,是最文明的做法 因爲他都是想拍我 但如果你說他們兩個是平靜一點,是講道理的 那我就會和他上一堂 因爲他很多概念都坐得很教慣 譬如 沒有J的男人,真是醜的 他把機佬和太監混亂了 就以爲機佬是沒有J的 但後來他又說 那我想和這兩位女士說 一個人的性取向和他性器官的長短,亦都沒有直接的關係 第三樣,他都侮辱女性 他說 不信超你,派到罪女人,被人罰,活該 這個本身對女性已經是個侮辱 還有我想告訴他 同性戀性行為有很多選擇 很多不同的動作 不是說個個都會好像他想當然那樣 是趴在那裡的 這個我想 香港的教育界,尤其是教育局 要留意一下,香港人的性知識是非常之貧乏 還有邏輯思維都是有些問題 表達能力都是很弱的 所以希望加強這方面的培訓、訓練 還有請記戶 請記戶我 請記戶 請記戶 請記戶